7月11日,香港教育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 香港大中小学校长及教育专业人士等近200人出席参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她已经要求教育局制定计划 全面在学校开展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条例的教育工作 林郑月娥谈到,香港年轻一代出现的问题是教育被政治化的问题 从2014年违法战中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 有反政府势力通过不同途径渗透校园 政治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教育措施和教育资源也难以扭转局面 而香港国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境、从乱到制的转机 也是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生学习重回正轨的转机 所以我已经要求教育局局长制定一套计划 全面在各学校开展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六月在香港通过实施的国歌条例和全国人民大常委会 上月底通过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在香港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教育 这些法律的推广宣传也应该与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有机结合 以全面深入、生动而有趣的方式在各班级推行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表示 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条例的实施 对香港社会教育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国安法教育落实情况 关心香港青少年教育发展 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全面认识、准确理解香港国安法 二是要加强国安教育 三是要坚定信心、心力除弊 再创香港教育新辉煌 要通过国安教育进一步增强学校的法治意识与国家意识 要通过国安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 明辩是非、增强对外力学说 和一些别有用心的、蛊惑的抵抗力 消除可能的误解和完全不必要的那些恐惧和恐慌 也要通过国安教育 让青少年学生进一步认识到 香港与国家休息与控密不可分 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香港安定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琼表示 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的基石 推广有关工作是应有之责 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条例落实后 教育局将为学校提供权力支持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局局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